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 就是尖周爷的一些锻炼方法 尖周爷这个病 我们也刚才说了 就是说它是能够彻底好的 它和颈椎病不一样 像颈椎病它容易反复 但是这个病治好了以后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再反复的 但是这个病治疗的过程是非常 比较痛苦的 不管是推拿也好 还是说这个锻炼也好 一定要就是说坚持锻炼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常见的一些锻炼方法 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不需要任何器材 就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炼 像第一个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叫爬墙功 爬墙 就是这个好多人都知道 是吧 爬墙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我这个肩这样伸不开 伸到这个地方 它这个活动受到限制了 伸不开 那么你就找一个墙 比如说你先用好的那一只手 像我能爬到这儿 好你在这儿做一个标记 做一个标记 然后再用你不好的那个手 我爬到这儿 再做一个标记 你这样的话呢 每天就在这个地方呢 链 怎么链呢 这样压 蹭一蹭 蹭开一段点 然后这样爬 看你比昨天能上升多少 上升多少 然后呢 再断裂断裂 再压一压 这样或者自己再揉一揉 然后呢 再往上爬 这叫爬墙 就是你那个争取什么呢 每次练一天一天的呢 是什么 慢慢爬 这样说明 你一直爬到这个正常的角度以后 那说明这个关键的粘连就拉开了 第二个呢 叫拉手弓 拉手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这一个不好用了 受到限制了 所以你必须用你好的这一只手呢 去帮助它 这个拉怎么拉呢 好多呢 都是往后 这块不行 伸不了 所以呢 你这样 用好的这只手 这样拉着它 这样往这边拉 这样往上拉 在正常 实际上你正常的这个颈椎和接关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这两个手是能够到一块的 这是能够到一块的 如果你这两个手够不到一块 那么你说明你这个肩或者肩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列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两个能够到一块了 说明你就正常了 这是拉手弓 还有呢 最后一个叫晃肩 肩周炎嘛 一定要把它晃开 你经过前面这样爬墙和拉 断裂以后呢 这样多晃 这样多晃 这个晃肩的时候呢 注意 一定要把这块固定住了 要不然这样晃 实际上这个动作 实际上不是在晃阶 是在晃什么 晃腰 所以说一定要把 要晃阶的话呢 要把阶这块固定好 然后呢 这样晃 腰 这样摇 如果你自己做不了的话呢 可以让别人来帮助你做 好 今天呢 就是说 我爸就是把这个肩周炎的这个发病原因 还有一些推拿治疗 这些常用的方法 一些功能锻炼的方法呢 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只要你坚持锻炼呢 就能够 这个病呢 就能够治好 也能够呢 不再复发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肩周炎的发病原因 临床表现 以及推拿的一些治疗方法 还有一些肩周炎的功能锻炼方法 肩周炎呢 这个病 好发于女性 女性呢 她多于男性 而且呢 多发于50岁左右的中年人 我们呢 称为 把这个病呢 也称为肩宁症 冻结肩 或五十肩 意思呢 就是说五十岁左右的人呢 非常容易得这个病 那么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 第一个是肩部自身的原因 你比如说 肩关节自身的一种蜕变 人嘛 随着年龄的增大 关节或肌肉呢 会自然的一些老化 或者发生蜕变 从而呢 引起肩关节周围组织的一些年龄 而导致肩周炎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平常的一些拉伤 或者是扭挫伤 没有完全好 从而呢 遗留下一些后遗症 慢慢的呢 也会发展成一些节周炎 再一个呢 就是一些内脏的 你比如说内脏的一些疾病呢 长期的一些炎症 刺激 也会 久而久之呢 也会导致节周炎 你比如说心脏 心脏不好经常 心脚痛的病人呢 他会牵扯到左侧的阶甲骨疼痛 像胆囊炎或胆结石的一些疾病呢 常常会反映在右肩甲骨的一些疼痛 这两种疾病呢 如果时间很长 慢慢的呢 就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一些炎症 长期不遇呢 而导致节周炎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 你是不是患了节周炎 从这么几个方面的症状来考虑 一 就是说你的肩部 不管是左肩还是右肩 第一个呢 就是怕冷的症状特别明显 你比如说 即使是在很热的时候 很炎热的夏天 稍微的一个开窗户 一点冷风一吹 你可能那一边没事 这一边呢 可能感觉到就 这个冷的症状特别明显 或者是相通的环境下 别人没什么感觉 你可能感觉我这个地方 就非常怕凉 这是一种情况 说明这个时候呢 说明你肩部的气血呢 已经用性不是很好 如果这种情况 吃液再长的话呢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疼痛 疼痛呢 是节周炎一个早期的症状 这个疼痛呢 也是不断加重的 而且呢 它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皱清液重 第一个特点是皱清 皱呢 就是白天 日夜呢 就是晚上 就是说白天呢 它疼得会解轻 而晚上呢 尤其疼得特别厉害 我们讲就是白天呢 因为阳气比较盛 人活动呢 它可能这个气血 流通比较快一些 所以疼得都轻 到晚上呢 这个阴气比较重 气血本身用性缓慢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疼痛 可能就会加重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疼痛呢 会不断地加重 你想一开始呢 是正发性的疼痛 就是疼一会儿 好一会儿 它不如说一直疼 慢慢地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会发生持续性的疼痛 而且这个疼痛的程度呢 也是不断地会加重 一开始呢 可能是动痛 就在那发生成刺痛 然后是撕裂痛 跌肌痛 像撕裂 肌肉撕裂一样的那种疼痛 或者是像跌肌 那种疼痛 就是说这个疼痛的性质呢 也是在不断地加重 伴随着疼痛的发生呢 如果长期还不加重视的话呢 可能还会什么 就进一步呢 就会发生到关节僵硬 就是说你这个关节 结果这个整个这个关节 它就该就发僵 发沉 再慢慢地呢 就会什么活动受限 就是这个接周园这个病人呢 就是说这个病呢 它是一步一步不断加重的 其实你越早期 就是在疼痛的时候 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话呢 可能就不会发生到 这个接关节活动受限的 这个状态 效果可能就好一些 那么接关节活动受限 主要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外宅 就是这个动作 就生不起来 好多人呢 可能就到这儿 还有呢 上居不上来 就是这种人啊 他一般像穿个衣服 梳头 他都非常困难 还有这个往后学 这些动作都非常困难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就是说 你已经得了接周业 尤其是在结合上 像你这个年龄 这号是50岁左右 那么就是说 接周业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这个病呀 就是说我们早期 感应和治疗 它是能彻底痊愈的 就是怕你不重视 这个拖的时间越长 那么它恢复起来就越慢 大家估计不上来 你来点赞的 或者是 我会看到